今天我师父跟于大爷呢 也破例带领一个德云社的编外人员 表演者张建宇 郭德纲 于谦 表演者第一顺位寄情人 郭麒麟 颜鹤炳 表演者孔老愣 杨九郎 表演者谢金 社会东 表演者高峰 还有你们的潘潘 表演者黑藏熬 张九龄 白大伯 方秀龙 表演者追光吧 柄柄 瓦瑟的抱抱 表演者是一位影视演员 和一位脱口秀演员 从郭麒麟到鸾云平再到李克东 德云社的各位角儿们也是没想到 被师弟秦桥贤报幕之后 自己能迅速地加入摘字大军中 从之前的龙翔利剑 到如今的龙翔利剑潘东敖萨 德云社摘字科的队伍是越来越庞大 不过这些也不能怪师父摘字无情 主要还得是各位角儿们过于大胆 敢在舞台上把师父调侃成那个样子 搁谁 谁不得摘个字写写恨 作为摘字科的大师兄 岳云鹏第一次被师父摘字 还是在德云社的团宗节目中 本来是打着台球娱乐一下的郭德纲 愣是被岳云鹏高超的球技给征服 本以为会被夸两句的岳岳 也是没想到 师父转身就给自己的云字摘了 师父这有点那什么了我觉得 有点不给您面子 对啊 越龙刚 越龙刚 太坏了 来自河南南乐县越龙刚 你看这块 他真行 他臭贼啊 不打吃的咋去的 因为打个台球 丢了德云一哥的名号 这球打得属实是太亏 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 岳岳挑衅自家师父 早前在德云社的风箱环节 好不容易和师父一起表演的岳岳 还在台上大放厥词 当着我师父的面 我说一个我师父的事 你这也是要作死 没事没事 因为你暂时还可能还不敢开除我 知道吗 你这句话都说得我心动 这场演完你就走吧 自从曹金退出德云社之后 退出这个梗 便在徒弟之间流传开来 虽说之前 大家都怕师父介意这个包袱 但郭老师的揭查 直接让退出梗更加响亮 也正是有各位爵门的脱敏包袱 才让师父以更快的速度 释怀这件事 不过像岳云鹏这般 敢在师父面前 仗着自己的名气毫无畏惧的 他还是德云第一人 毕竟在去年的跨年演出中 岳云鹏都敢在相声舞台上 摸老虎的脑袋 德刚啊 拿起来就擦 把这个纸条带上来了 带上 擦到这个后脑袖上 自己不知道啊 但于老师作为捧根 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 有默契 两个人有默契 说说相声 德刚啊 频频后退的岳云 和一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余大爷 怪不得 岳云鹏能从云子壳变成龙子壳 接下来这位便是郭老师的儿徒 烧饼了 一场要驾师傅版的八马挂 让炳哥直接超越孔老愣 我要当师娘 我怎么就不会超进大伙的 你要当师娘 你师傅可长寿了 我跟您说 啊 虽说这段八马挂 没有涉及到老两口的知识盲区 但能同时让老两口感受到恶心的儿子 烧饼这包袱也算是到位了 不过能让烧饼摘字的 不止是和师娘争地位 去年的风香演出中 烧饼大胆到拿自己舞队队长的身份 嘲笑自家签大爷 您什么角色 我就是演员呢 你看 我比您稍微强一点 你 我是舞队的队长 你看 我 当然您是演员啊 是是 我是队长 对 我没有说笑话您的意思 没有 你凭什么笑话 敢嘲讽自己的搭档还企图和师娘争地位 老郭摘烧饼的字 那是一点都不亏 只不过烧饼这么长的名字 老郭到底会摘哪个呢 那云子我不要了 以后我就改过去了 我就和俄罗斯人了 烧死土老夫斯基 你这意思是要退出 大爷您说这话 您这就是刚我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 最后就是三哥恐云龙了 不仅能用一句 瓦兰兰的天空飞老啷 让师父和大爷笑到停不下来 关于后裔射日的包袱 更是让老两口怀疑人生 后裔是一个射手 拿着自己的弓箭 一个没射着 他为什么没有射着 因为他还没有到司机 什么乱七八 他这大还没有出现 人家这大出现了 看着一脸懵的老郭和余大爷 怪不得老两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无论是岳云鹏还是孔云龙 虽说他们在台上调侃起师父来 一个比一个勇猛 但只要下了台 他们比谁都尊敬场辈 毕竟在向上舞台上流传着一句话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您喜欢这样的德云社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只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